哈喽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父母坐游轮度假去了,今天我就硬个简儿讲讲和船有关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海上航星的轮船的船底和水线以下的部分都被涂上了明显的红色 这为什么一定是红色呢?涂成更接近海洋的蓝色或者绿色不好吗? 有人说这是为了好看,有的人认为这是种古老的传统 还有的人就认为这就是为了涂吉利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里的故事 人类使用船舶作为运输工具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 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是帆船的黄金时代 当时欧洲海洋国家对船只的使用和需求让帆船的改良和发展到达了一个顶峰 那时候欧洲的船队为了开辟新的航线,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开始频繁的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 人类也第一次建立了横跨大陆与海洋的全球性联系 这些船担负了远洋贸易和殖民的任务 所以这些帆船越见越大 你想啊,那时候大老远跑这么一趟不容易,肯定得多装点货 而且这船上还得配上点火炮来保驾护航 这越来越宽大的舰体让航行更加的平稳 不过这还不够,时间就是金钱,这船得快才行 当时的帆船用的都是木头做的 这些远航的船只在海上漂浮的时间很长 木船的底部就成为了各种海洋生物的最佳寄生场所 这些不速之客在船体迅速的繁殖 不仅增加了船的重量 而且还会影响船体的光滑 加大海水阻力,导致船的速度变慢 和那些只想搭顺风车的海底动植物相比 藤湖和船区要对船的危害要更大 它们会逐渐的腐蚀船体 造成船只沉没和解体 藤湖是一种典型的水生寄生动物 我们在鲸鱼和海龟这些海洋动物上都会经常看见 它们不仅会增加船的重量和航行阻力 而且它们新陈代谢的时候会产生有机酸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不过在那个牧船的年代 藤湖的危害还不是最厉害的 如果给大汉海时代水手们最讨厌的东西 列一个排行榜 那么船区必定名列前茅 这船区其实和区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一种贝类动物 头部有一个特别小的贝壳 它的身体又长又柔软 就和一条虫子一样 它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在木头上打洞 然后钻进去住在里面 之后就开始啃食周围的木头 它们也因此获得了海上白蚁和凿船备的称号 整个大航海时代 有无数船只被它们搞得沉没或者解体 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探险舰队都曾经深受其害 船区不仅吃船上的木头 而且他们对海边的木质设施也非常的感兴趣 1731年 荷兰超过48公里的木质地案遭到了船区的迫害 导致国家饱受洪水的威胁 1913年船区跟着船进入到了旧金山的海王港口 几年的时间就攻陷了码头 把港口所有的木质舰数都啃了个遍 这帮船区造成了2500万美元的损失 要是放在现代 这笔钱得值好几个亿 那当时的航海家们是怎么对付这些寄生生物的呢 答案就是没什么办法 船上的水手们最多只能在船只进港之后 对船底进行清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时间到了18世纪 当时的英国海军为了维护自己的海上优势 不仅改建了船舰的火炮布置 而且还开始在船底加装了铜皮 1761年 英国皇家海军首次为警钟号护卫舰的舰体 加装了铜制护板 这项技术的成功减少了海洋生物的侵蚀 延长了舰船的寿命 而且大大提高了军舰的速度 给英国海军带来了速度优势 Copper Bottom这个英文词词 也逐渐的被英国人用来形容某件事物和计划安全可靠 稳妥保险 船体渡铜的技术很快就受到了各国的效仿 不过后来科技发展了 船都进化成了铁甲件 那就不能再在铁上面贴铜片了 这就是因为铁夹铜再加上导电的海水 就会形成氧化还原的电化学反应 最终会腐蚀船体 所以这渡铜也就成了历史 这金属座的船虽然不再怕啃木特的船区 但是却更怕腾壶了 因为腾壶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有机酸会腐蚀金属 而且钢铁在海水里待时间长了会生锈 更加需要近港维护 所以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海洋寄生物的侵扰 因为它们有时候甚至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 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爆发了对马海战 由于英国卡死了苏伊士运河 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俄国舰队 只能千里迢迢地绕过整个非洲 然后横跨印度洋 最终由太平洋直上和入军交战 这长距离的洲际航行 就给俄国舰队带来了极大的摧残 沿途的很多港口都禁止俄国舰队停靠 入屋清理船体那更是没可能 俄国舰队的船只很快就挂满了各种海洋寄生物 导致军舰的速度损失了30% 让俄国舰队未能如期到达目的地 漫长的海洋航行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士气 不断有俄精士兵跳船自杀 甚至多次发生兵变 虽然纸面上两边的实力悬殊 但是日本以一代劳 最终以很小的代价击溃了俄国的舰队 所以不管是军事还是运输 海底动植物寄生对舰船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 于是人们不得不开始研究解决办法 为了对付这些寄生物 我们可是没少下功夫 这船是换成铁质子了 不过要是长期得不到保养 那它肯定就会生锈 像我们生活中 比如说什么铁门 铁栅栏之类的生锈了 处理的办法就是打磨 然后再上漆 这船也是一样 后来有的人就想到了 那既然我们无法阻止这些生物寄生在船底聚集 那我们在这些防锈的油漆里再加着有毒物质 就比如氧化铜 氧化拱和含有深的有毒化合物 那这些生物再吸附到船底上 那直接就被堵死了 这种特殊的油漆就被称为防污漆 里面经常用到的主要成分氧化拱和氧化亚铜 就都是红色的 根据国际惯例 红色本来就是警告危险或者引起注意的意思 因为这种漆有剧毒 所以早期的防污器里还特意添加了更多红色的颜料 目的就是警示人们这种漆是含有毒物质的 不要随便触碰 除了起到警示作用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 那就是通过这层红色 人们可以大概掌握船只的吃水线 红色是最容易把轮船和大海区分开的颜色 也是最容易从侧边观察到大型船只载重情况的方法 如果船只漏水或者载重过重 那么吃水线就越深 当这条红色涂舱线与海面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的时候 就会引起船员的重视 这样他们就可以及时检查船只的情况 保证航行的安全 所以船底的涂料从此就由防锈涂料和防污涂料配套组成 这种红色的油漆很快就被用在全世界的传播上 慢慢的就成为了一种传统 虽然我们对海洋寄生物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船底总是一尘不染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的寄生生物已经产生了耐药性 毒不死它们 所以它们依然吸附在船底 增加船体的重量 耗费更多的燃料 腐蚀和破坏船只 远航回来的船还有可能带来外地的物种 对本地生态造成问题 所以直到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我们还是需要在岸上利用高压水枪 来物理清除船只上的寄生生物 每隔几年 在船底的毒素即将散尽的时候 还得重新刷层漆 世界上这么多艘船 那得消耗多少漆 2019年 全球用于海洋船只的涂料产量有380万吨 如此庞大的数字 不得不让很多人开始担忧 这些涂料毕竟是含有毒物质的 每年用量如此之多 时间一长 那么航行的船只会不会将这些有毒化学物质 释放到海洋里造成环境污染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算启人忧天 因为船底的油漆确实有污染海水的风险 所以人们也在不断地寻找更安全的替代方法 像深和其他的一些毒性更强的化合物 很早就从防污器里去除掉了 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研究更新地 防止海洋寄生生物寄生船体的手段 现在最热门的环保涂料就是纳米涂料了 通过将超微纳米分子融进涂料里 就可以极大的改变油漆表面的结构和性能 令浮游生物无法附着在船体上 同时还可以降低船部的航行阻力 减少燃料消耗 不过不管科技怎么更新 这些更加先进和环保的涂料的颜色 用的最多的还是红色 出海有讲究 上船虚首归 有时候尊重一下这些相传多年的传统 也未必是件坏事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